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你们好 外如飞 又回来时事观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 因为现成的材料和分析已经不少 最初真的没想过对日本的核废水事件 我会说两次的 我在4月12日说过一次 是拉开来说的 从中带出了1923年 日本关东大地震这件事 就是跟大家说了 日本人很另类的 而且是残酷的 减轻自己负担的方法 就是杀了那些外来的劳工 尤其是中国劳工 而上星期 霍永强都做了一集是讲核废水的 他那一集的分析 观点很独斗 带出了很多疑问 可能这样才是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又是的 为什么整天只强调穿呢 是不是想分散注意力呢 让别人不回忆那些废水里面有其他更可怕的物质 我认同霍永强的推测 排核废水落海是犯众争的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动机很可疑 由于可疑 对这个题目 真的值得保持关注 我今集仍然是用拉开的做法 环绕当前的日本排废水的行危机 趁机会和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信息 今集我会和大家说三件事 第一就是 美国马兆尔群岛的核爆 第二就是日本的第五福龙丸 是一只渔船 第三点是电影怪兽戈斯拉 大家可能想都没想过 这几件事竟然可以在核危机作续心下 揣得起来的 而且令我们对时事 有更具有含金量的认知 令我想起要将这三件事串起来 是受中国央视 世界周刊 核水之环 这一集节目啟发的 我会赴节目年纪在末尾 以下直辑整题 先讲马兆尔群岛这一笔 听听朋友 我在2019年8月 做过一集节目 就叫做 《马兆尔群岛居民卑微的愿望 I want our land back 意思是 我只是想讨回家园而已 当时因为是黑暴期间 大家的焦点很正常 就只是集中在关注黑暴 可能不太惟议有这一集节目 同样我会负连结在末尾 做过这一集节目 是因为好几年前 我看了一组很震撼的英文纪录片 并且当时已经做节目介绍过 那一辑documentary的内容 当时星岛还没将这节目 放上youtube账号 就没得那么容易重温 只是广播电台的听众才听到 于是我在前年2019年 又再做一次节目 因为现在放得上youtube 希望有youtube重温 让更多人知道 有马兆尔群岛试爆这件事 详情大家可以听回我那集节目 我会付过连结 整件事是难以想象的荒谬 简然之 就是1950年代 美国在马兆尔群岛 是一串岛链来的 做核爆试验 荒谬之处是 那里是有人居住的岛居 不是那些无人荒岛 而当时 当地人 是完全不知道有核事 就是摆明 会有当地人 受核爆辐射的影响 因为他们不知道 都不会避开 而更荒谬的是 当地居民 看着爆炸发生 天空有一个大型的蘑菇云 之后 不少人 即时就受伤 例如脱皮 起水泡 脱发 和皮肤灼伤 绝大部分人 之后 都得到怪病 美国派了医疗队 去为当地人提供治疗 又带了部分 被选中的人 去美国做体检 被他们着到新光颈领 去美国 令他们有中长的感觉 谁知道 原来那些药 只是止痛药 美国官方 没有跟他们治疗 只在看下 在无治疗之下 长期观察 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听了朋友 整件事的态度 和心理上 令我想起 日军的战争罪行之一 就是活体解剖 如果你说 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我觉得分别只是 日军在手术台上 将一个活生生的人 折磨过几钟 弄死他 一切是健血的 血淋淋的麻木不仁 而美国的做法 是看着很多活生生的人 被辐射伤害 用十几年时间 所谓观察 他们怎样被病痛折磨 甚至和言下一代 一切无疑是不见血的 但同样是麻木不仁 不理是见到血 或者是不见血的 他们的共通之处 都是魔鬼才能做出来的行为 而日本和美国 要的人体数据 在这方面 日美或者美日也好 早就是同盟了 听众朋友 有时我很愿意多说现实的残酷 因为针对我们这几代 是没有经历战争 和不对等的剥削 我们会不自觉对世界的认知 没有深度和层次 我再一次感谢大家 收听我这类节目 一天还做视频 我都不太想将真实世界 和现实政治很融续的浅化 就像我视频所说的 我要做个反智的逆行者 以下说第二件事 日本第五福龙苑 这船不幸遇上了 马肇尔群岛的核爆试验 美国在1950-60年那十年间 在马肇尔群岛进行了 几十次的原子弹 轻弹爆炸试验 而当中 1954年3月1日那次 美国在比坚尼环礁 引爆了一个 规模是1500万吨的轻弹 而当时附近海域 有一艘日本远洋渔船 在打鱼 就是那只第五福龙苑 它路过 就直接吃正了 那些放射性陈埃 当日渔船的记录就说 天凉之前 天空被照得很凉 不久有烟柱升起 两个小时后 我们发现船上散落了 大量爆炸猴的落下的灰 读完 那只船上有23个船员 他们回航回日本后 有关部门就发现船上灰尘 发现辐射量超大 再配合一些讯息 日本事后深知肚明 美国已经在研制新型轻弹 美国秘密研制核武器 这个事实 日本政府在第五福龙苑身上 意外地行然发现这个秘密 但作为二战的战败国 而且刚刚才结束了 以美国为首的军事接管 又刚刚签了旧金山和约 以及日美安保条约 这条约是1960年有新版的 我下集再说 刚刚恢复国家地位的日本 就算看穿了美国上点 都不会敢出半句声 更加不会说赔偿 日本对外不敢多说 但日本国内知道第五福龙苑 受到核污染 最惨的是船上的鱼获已经散了货 截都截不了 当时曾经一度令日本人人心惶惶 因为不知道哪些有哪些没有 就不敢吃海铲 对全国日本的鱼业打击都很大 对照之下 大家就会明白 为什么今天日本的全国鱼业协会 的反对是最鲜明 在这里我再加句 我以前读 马兆与群岛核事业这件事 因为被美国各种盲目不仁震撼 抢了注意力 一直只看重 用活人 拿活体数据这一点 现在读了日本的第五福龙苑 在这件事上 日本政府不敢出声这一点 我才意识到 马兆与群岛这件事的意义 纳粹德国魔鬼式的核武器 被世人知道之后 高尚而民主的美国 在二战之后 就立即想拥有 第五福龙苑上年纪最大 负责无线电通讯的九宝山外吉 他在受复射之后 半年就死了 而当年船上年轻一点的 只有20岁的大石油漆 他是海员来的 即时出现的是脱头发 出水泡等等的症状 他都医了年纪才出院了 他在今年2021年3月初 87岁过世 都算高瘦 不过他的健康长期受到 福射效违症的影响 大石油漆一生都反核 他写书和四处做演讲 至于日本社会经历过港岛原子弹 第五福龙号事件之后 民间反核的意识很高 第五福龙号这个船体 现在是存放在东京都一个展示馆里 这集最后要讲的第三件事 是小时候看过的日本怪兽片 哥斯拉 小时候只当它是超人怪兽片来看 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与日本人对行危机的恐惧有关 哥斯拉系列由日本东宝珠色汇舍制作 是日本电影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怪兽片 1954年拍了第一部 当然大型怪兽这类构思 哥斯拉是受1933年 美国片《King Kong》《金刚啟发》的 后来在1962年 也拍了《金刚对哥斯拉》 回头说回1954年电影中的哥斯拉 电影中的哥斯拉 它本身是在深海生活的生物 因为它住的海域受辐射污染 令它产生变移 成为一只大怪兽 哥斯拉电影出现的前后 正正是日本反核和核危机感觉最强的那几年 哥斯拉最喜欢吃核能 最擅长的是原子吐息 在本质上来说 哥斯拉其实是核污染的受害者 这个构思本身是反核的 而怪兽哥斯拉巨大的破坏力 是将核灾难的恐惧 具象化 影像化 你可以说是日本民间集体情绪的反应和发泄 节目结束前提一句 第二节和第一节是相关的 我邀请大家听第二节 第二节我会和大家介绍 日本几部反战的电影 不介绍大家未必回忆 日本是有过这些电影的 第一节的时事观察到这里为止 我是余飞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见